在消费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往也擅长 把自己的兴趣爱好职业化 于是便诞生出了不少新型职业 有专门帮人折衣服 月入近万元的家庭整理师 也有被高薪聘请在五星级酒店 免费逛吃的酒店试睡员 还有玩无人机赚钱的职业非手 以及实物造型师 服装培购师等等 确实是各种各样啊 那尽管有的被视为是不务正业 但是这些并不妨碍 这些新型的职业改变大众的生活 创造多元的劳动价值 只需一块硬纸板 不到30秒 家庭整理师杨帆就把一件薄T恤叠放整齐了 随后他会根据服务对象的穿衣喜好 生活习惯等 让房间从凌乱不堪变为整洁有序 在不少人眼中 酒店失睡员是史上最安逸的职业 免费入住豪华酒店 能各种逛吃 还有可观的报酬 然而在洋语书看来 免费逛吃并不容易 因为试睡并不是单纯在酒店睡觉 不仅需要投入精力和时间 最终还要给酒店或旅客 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试睡报告 作为一名职业无人机飞手 对于飞着玩 浩淳是认真的 浩淳说 让无人机飞起来太容易 但要飞得安全 并在复杂的环境中采集信息 才是职业飞手与爱好者的区别 不仅需要